评计会收到大约1600宗 和疫情相关涉及歧视的投诉 主席朱敏健说 大约1600宗个案里面 有1000宗都是和有食肆 商铺歧视内地顾客 以及是讲普通话的顾客有关 他说这些投诉都不是由当事人提出 内容几乎一样 估计是由网民发出 已经向有关食肆商铺了解 另外评计会近日也收到不少查询 说如果说某种职业人士患病就好 是不是涉及歧视 他说现时没有职业歧视条例 因此没有理据跟进 但认为幸灾乐和的言论不可除